如果我们统计一下 我记得在五六年前 我还做副主委的时候 我们统计过 这个交易 股票市场跟期货市场的 投资人结构 期货市场投资人结构是年轻的 可是股票市场 大概是五十岁以上 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去年年底跟今年上半年 如果是指一般 一般的这个交易来讲的话 大概一般 大概三十岁以下年轻人 大概只占五点多左右 可是如果说你专就 就零股交易来讲 三岁以下大概就占十几左右 表示说其实 我们的年轻人对股市 是有信心的 但是因为他可能资历不足 所以他只能从零股交易下手 那我们今年十二十六号 会开放零股交易 那这部分可能 就是当然他的板 跟一般的板是不一样的 但这部分会让我们的年轻人 或是资历不足的人 有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投资台股 另外我们从106年就开始 定期定额 投资这个ETF跟 ETF我现在 这个量非常惊人 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一般的 投资人 培养一个定期 定额投资的一个习惯 我个人觉得其实 股市任何时期都会有风险 对 这个风险是不论是高档 低档都会有风险 但重点是我们要培养 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的 投资知识跟能力 我们如果从最近的一些变化来看 比方说 香港把这个原来中国到 美国挂牌很多ADR的公司 他就班师回草 回到香港去上市 所以从阿里 一直到网易到京东 最近他们都回到香港了 香港也靠这些公司啊 把这个港股的恒生指数呢 撑得看起来就蛮漂亮的了 那这当中就是说 好 香港的港交所 它其实它是股票上市公司 那台湾我们交易所 是不是股票上市公司的 那也有人在推动 就是能不能让台湾的 现在的交易所 它能够被民营化 这个将来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划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将来在这个市场里面 它就像一个 一个百货公司的营运 那你看香港才可以从全世界 像Product 它就在香港去上市 那我在想说 我们将来的台股的 国际化的那个路径啊 一方面让台湾的最好的公司 它能够留在台湾上市 那一方面呢 国际上如果有些公司 它愿意来台湾上市 像我们现在很多KY 这里面有几个 像最近很多一千块的 像那个希利 还有一个普瑞 他们其实是这种大陆海龟派 在美国这个创业成功 来台湾上市 现在它融入台湾 这个整个字幕市场 看起来 它各方表现都非常出色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 让将来在美国有一些 这个华人创业的公司 它表现非常好 那将来它第一个选择 以台湾的资本市场 作为一个优先选择的一个 市场标的的话 我想台湾会更有可看性了 那这个我要特别请教主委 这两个问题做了什么看法 我想这个每个交易所 每个市场都有它的利益 那以香港来讲 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香港交易所 非常的创新 非常积极 当然我想它也利用了一些 同股不同权的机制 吸引了很多所谓旗舰型的公司 回到香港 不过我们对这块 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 公司自己的顾虑 但除此之外 我想我们大家关心的是 年底之前 我们会提出一个新创版 当然就是检讨过去某些版 也许表现不如期待 那希望在这部分 不论跟国际接轨 在对中小企业新创上面 能够有些开放 那这部分我想我们正在规划中 那至于说交易所的国际化